罹患肺阻塞疾病的 玲珑羊肺泡组织 失去弹性与伸缩功能 造成气体进出受阻 呼吸不顺 若有外来物刺激气管 还会出现发炎 咳痰等症状 每走一步路就要咳 一定要把那个弹口出来 有时候咳不出来的 咳得面红耳刺 治疗肺阻塞除了使用药物 减少发炎与气管收缩外 医师也建议积极地进行肺腹圆运动 增加病患的肺活量 改善一些呼吸肌肉的力量 那借有这些呢 就可以改善病患 平常喘的状况 可以减少住院机率 甚至对于存活率的帮助 都有它的帮助 一般人正常的呼吸 不需要肌肉的协助 但是肺阻塞的病人 就要利用肌肉群收缩的力量 强化吸气与呼气的能力 不像以前的 每走两三个阶梯就要点下来 可以这样慢慢一步一步就可以 肺阻塞的病人 虽然无法透过治疗 让肺功能回复 但在肺腹圆运动训练后 加强呼吸肌肉的训练 就会有助于改善症状 提升生活品质 大爱新闻王航线张正龙 台北新电报导 是